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女人研究出器官替换技术 可以帮助无数病人消除痛苦 有人妄想窃取她的技术 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财云和司机查出金教授生前 和一个男人朴某来往密切 在寻找朴某的过程中 司机不慎受伤倒地 他拼着最后一口气告诉财云 对方是个脸上有疤痕的男人 财云想要抓住男人 但被随后而来的警察死死按住 反抗意识激发了他体内的变异细胞 财云忽然间力大无穷 将压制他的警察振飞 授铐也被证断 由于不想伤人 财云只能束手就擒 财云被捕和司机已死的消息传来 自由吩咐郑女士处理好司机的身后事 接着赶往警局 郑女士回到自己的车上 给总理的会长附近打电话 汇报情况 作为会长安插在BF公司的眼线 郑女士就是把自由和财云等人的行踪 泄露出去的人 会长担心朴某的身份会暴露 派人去找他 谨慎的朴某早已把开的车烧掉 抹去酒店房间里所有指纹和生活痕迹 连他脸上的疤痕都是他伪装的 收拾好行李后 朴某打扮成女性眼人耳目 逃之夭夭 没抓到朴某 总理父子开始坐立不安 为房嫖某将二人举报 总理必须赶在所有人之前先找到他 和父亲通完电话 总理打给警察局长了解情况 从对方口中得知 财云拥有怪力 在现场将三个警察振飞到空中 文言总理兴奋地握紧拳头 这证明自由的研究获得了成效 实现他梦想的时刻即将到来 对于司机的死 自由非常内疚 他相信财云不可能杀人 于是帮忙撤销了对财云的控诉 但财云袭击警察是真 暂时不能被释放 至于财云为何会对警察出手 他自己也说不清缘由 只记得当时身体发热 做出了意想不到的举动 两人复盘这场意外 怀疑朴某当初假扮成癌症病患家属 故意接近金教授 给团队负责人留了假地址 所以财云和司机拿着地址去往目的地 才会找不到对方 他不住在那里 却能出现得如此凑巧 说明一定有内鬼泄露了财云和司机的行踪 为了无辜死去的司机 自由决心把此人揪出来 通过警察局长的帮忙 自由看到了案发时的监控录像 再用特殊眼镜将眼前的画面传送给温总监 温总监在司机的行车路线中找出朴某的车 再通过技术确认朴某的长相 找到疑似已被他烧毁的车辆 自由将线索提供给局长 请求他尽快破案 没多久自由接到财云的来电 得知他已被释放 而动用人脉把财云放出来的人 就是现任总理 财云刚走出警局就被带到总理面前 总理想知道财云在自由的帮助下 是否进化成为更强的人类 否则普通人怎么可能有力气将三名警察甩到空中 财云只说是有高科技感测西装的辅助加成 对细胞培养技术闭口不谈 他更在意的是另一件事 据财云的了解爆炸事件后 吉尔被认定是主谋 锅铛入狱 他的家人竟能申请到特殊移民签证 去了另一个国家 如今过着舒适嫌疑的生活 显然不符合常理 财云不得不怀疑 有人指使吉尔谋害前总统 用他的家人作为威胁 使得吉尔主动认罪 而前总统在位时 一直反对所有形式的合成生物学 如果他没有早早下台 BF公司肯定已经关门大吉 偏偏总理父子最感兴趣的 就是BF公司的研究技术 更巧的是 爆炸事件后 没多久 会长和妻子离婚 他的妻子明明长期容忍着 他的各种丑闻 为何会在那样一个特殊时间选择离开 种种巧合联系起来 便不再是巧合 财云的话似乎戳中了总理的心事 导致他恼羞成怒 和财云打了起来 财云稍微反击了一下 竟让他当场鼻血直流 总理急忙捂着鼻子找要吃 财云这才知道他患有血友病 在这期间 自由根据财云的定位赶来 为他解围 在总理的追问下 自由承认他已研究出培养器官的技术 如果总理想了解更多 需要先修改生物伦理法 他自然会对外公开 这种可以商业化的技术 然而自私的总理却想着独占这种技术 为了获得永生 总理甚至愿意成为自由的下一个实验对象 如果自由不同意和他分享技术 他会动用权力封锁BF公司 自己获取重要的技术资料 或者更狠一点 他直接把财云抓来解剖研究 自由无据总理的威胁 他知道善于伪装的总理 迟早会露出真面目 财云陪着自由离开时 说出他的猜想 能随时知晓自由行程 有和司机有过密切交流的郑女士 很可能就是内鬼 自由把财云的想法告诉了温总监 温总监谎称已经找到袭击者的所在地 趁着郑女士给别人通风报信时 将他抓个正招 面对众人的盘问 郑女士拒不认罪 财云指出 郑女士故意把他放在保镖应聘名单上 让他成为自由的保镖 前总统顺理成章 安排他来调查爆炸事件 这些背后的大人物只想达到目的 何时考虑过棋子的感受 与其为他们保守秘密 倒不如明哲保身 财云死死掐住郑女士的肩膀 想知道害死司机的人到底是谁 同一时刻 一群电脑高手正在破解BF公司的系统编码 准备入侵他们的安全系统 获取公司内部重要资料 自由劝财云放开郑女士 财云只说自己不会受命于任何人 但他确实想知道 自由是否和当年的爆炸事件有关 自由狠狠推了财云一把 他怎么也没想到财云会怀疑到自己头上 财云没有继续隐瞒 他承认过去不了解自由 更不知道自由独自承受了多少痛苦 为了找出爆炸事件的真相 他才前来硬辟 成为自由的保镖 现在他只求自由能再给他一些时间 让他抓到杀死司机的真凶 自由已认定财云是总理等人的眼线 不想和他再有任何瓜葛 将他当场辞退 为防万一 自由让温总监做好对付财云的准备 一旦他有任何异常 便远程操控他耳中的电子晶片 通过制造震动伤害他的内耳 同时自由让温总监等人继续对郑女士言行逼供 直到他肯说出实话为止 揪出内鬼后 自由仍不得安心 总理得不到BF公司的技术 开始在政府内部会议上攻击BF公司 指责自由在垄断培植肉市场 年里只有盈利 要求各大部门对BF公司展开调查 入业后 自由来到财云家收拾行李 不经意想起数日前 司机还在这里和财云闲聊 财云打算把这所房子卖掉 给在国外读书的小外甥女付学费 司机佩服财云愿意为家人做出牺牲 像他自己才26岁 能和女友相爱相守 以示幸福 想到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年轻人 忽然丧命 自有脸上满是悲伤 财云再次来到 癌症病患家属团队所在的 福利服务中心探访 他了解到 金教授参加聚会的次数不多 每次朴某都会坐在他身边 慢慢的 两人不再参加聚会 财云怀疑金教授被朴某洗脑 才会做出各种极端的行为 他私下把找到的线索和温总监分享 希望能结合大家的力量 尽快找出真相 BF公司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 自由担心会有像会长这样的外部势力 恶意收购公司 决定发行相对便宜的股票 让公司的各大股东优先购买 现在 BF公司的市值仅是260万亿韩元 而会长的公司市值则是1579万亿韩元 自己公司的价值连对方的四分之一都达不到 自由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 思考了整整一夜后 自由联系上媒体记者对市民宣布 BF公司一直在研究顶尖的细胞培养技术 除了大脑以外他们已经通过各种技术培养出人类所有器官 在将这项技术推出市面之前 BF公司需要先进行临床试验 自由呼吁各类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参加试验 所有手术费将由BF公司承包 其实在两年前已经有过志愿者 只可惜试验失败 没能救回他的性命 自由愿意对此负起全责 此外他自愿成为第一个试验者用公司培养出的器官 替换自己身上的器官 当大众的目光被BF公司吸引时 总理第一时间站出来表态 通知BF公司的培养技术还没完善 自由这是在拿人命来牟利 根本不应该获得民众的关注 确实自由为了防止公司被有心人抢走 才想到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法 如今见在闲上不得不发 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财云看出自由想守护公司的决心 他无比心疼一直孤军奋战的自由 决定为对方做点事 当天晚上 财云来找前总统 根据他的了解 自由和那起爆炸事件无关 现在他已有新的调查方向 前总统作为前任国家领导人 做的任何决定都不可能是临时起义 行动前必定会有个别人知晓他的行动 文言 前总统承认他在出发前和女儿 也就是会长的前妻 说过他会去海外探视 财云提出想和对方见一面 前总统明白他在怀疑自己的女儿 当场大发脾气 应时将财云赶走 财云走后通过顺风耳 听到前总统拨出了电话 接着财云查看了会长夫妇的照片 等在前总统家门口 没一会 一辆车驶来 财云逼停对方 确定车上坐着女儿后 财云说明自己有关于总理的事 向他汇报 本期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拜拜